刑警队的侦察人员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就把五名陕西人传到公安局刑警大队,一查问就发现了漏洞。 这五个家伙身份不明,名字全是假的,身份证也是假的。 于桂银的解释是,老家农村没有给农民发身份证,可是此时是1998年,哪里有农村不发身份证的?这是假话。 情景随即,将五人分开盘问,发现他们对于矿难的过程说法不一,非常可疑。 于是刑警大队的技术人员赶到现场,检查是否受害者是失足坠罚。 结果,技术人员在井底却没有发现血迹,但在巷道的深处,刑侦人员发现搞头阵内的缝隙处, 牢牢地附着几根头发,隐约间还有浅浅的血红色,存在于搞头细小的纹络里。 巷道壁上有多出血迹,技术人员判断,一切表明,巷道里曾发生过一场打斗。 似乎唐朝家被人打倒以后,勉强向前逃了七八米,又被追上杀死。 鉴于此案,有重大嫌疑,刑警队立即立案侦查,并且进行尸检。 尸检结果表明,死者唐朝家头部有五处顿气伤痕,前额级颈部均有多处打击伤,造成大面积出血。 唐朝家死于颅骨骨骨骨骨,脑组织严重错裂伤,这表明唐朝家不是摔死的,而是被人打死的。 既然是杀人嫌疑犯,那待遇就不同了。 警方经再次询问,还对他们动了大刑,五名陕西人吃不住打,终于有人交代了杀害唐朝家制造假象,敲诈矿主的事实。 唐朝家是几天前卫三东在石家庄火车站,以来下井挖煤赚大钱为名,骗来的一个点子。 11月10日晚,来到马津田的煤矿,11月11日晚上八点开始下井挖煤。 半夜零食,六个人中的三个人上了井,剩下唐朝家,于桂尹和王志明继续干活。 凌晨两点,没全部出完,唐朝家正准备从姚里往井口走。 早有预谋的王志明举起稿罢,对准唐朝家的脑后猛的一击。 没有丝毫防备的唐朝家当即被打倒。 唐朝家被打倒后,并没有死,强烈的求生欲望让他拼死站起,摇摇晃晃的一边呼救,一边奔跑。 可惜井下并没有别人,他的呼救没有人听见。 团伙老大于桂尹,见状非常惶恐,搬起石头追上去,向唐朝家的头部猛砸一戏。 王志明啊,唯恐唐朝家没被打死,将其身子翻转过来,拿起稿罢,对准他的脖子又是一阵乱打。 没出十分钟,唐朝家便没了气。 据几名歹徒交代,死者也不叫唐朝家,真名叫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根本没有问过。 根据五个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对现场的核实,公安干警分析认为, 发生在马津田煤矿上的案件绝非偶然,他们在义县作案绝不仅仅是义气。 果然呢,调查结果查明。 1998年9月和10月,义县的刘春荣和富荣强两位矿主, 分别被几个陕西矿工索要走1.7万元和2.8万元的抚血金。 经过图审,于桂银交代,团伙还有几个人临时分开, 在不远的辽宁省府心市作案。 刑警立即追查,果然呢,这几个家伙也杀了人。 于桂银团伙的另外几个成员,霍彦军、朱章波、钱正明、刘瑞平、岳仁志、刘芳佑 和化名刘冰的郭冰,即被他们骗来的点子刘雨。 来到辽宁省府心市青河门去,王福军的军营煤矿。 第一天,矿主王福军没让他们干活。 第二天下井,安全无事。 第三天,他们把领班的老工人支走了, 井下就剩下这七个陕西人了。 这时候,也就是上午九点半左右, 这六名歹徒开始对他们骗来的点子刘雨下手了。 他们用斧子和铁锹把刘雨活活打倒, 然后用石头砸死。 之后,这伙歹徒推倒一根顶柱, 制造了他方现场。 王福军用车, 把刘雨送到青河门北山医院, 自称是他的哥哥刘冰, 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因为辽宁省府心市的青河门没有火葬场, 矿主王福军就把这六名陕西人和已死亡的点子刘雨, 用车拉到了与府心市比邻的义县, 并把六名陕西人安排在义县棉麻公司的旅市。 王福军想以三万元了结此事, 可是这伙陕西人嫌太少了。 王福军告诉谈判的人说, 三万元多一点也可以, 就在这伙陕西人来义县的时候。 义县站前派出所的民警, 给刑警大队打来电话, 说在一天屡市, 发现一名自称老三的, 刑迹可疑, 操陕西口音的青年。 来找一个叫李杰的陕西人。 跟着老三, 民警们跟踪到了棉麻公司的旅社, 把在府心市, 青荷门区作案的歹徒全部抓获。 经矿主傅荣祥确认, 在这伙恶魔中, 朱章波、 钱正明正是他的矿上发生事故时, 分别冒充死伤亲属同他谈判要钱的那两个人。 于桂银交代, 他作案数量还多于师父, 攀身保。 1998年4月, 于桂银, 魏三东等九人结伙, 在江苏徐州贾王区的一个个体霉窑里作案, 魔鬼一样的这伙歹徒, 用稿霸和木棒一连打死两名, 无辜矿工。 之后他们又把两名死者抬到无人处, 叠放在一起。 然后, 他们在两个尸体之间引爆了两个雷管和四劫炸药。 两个点子倾刻被炸得血肉横飞, 惨不忍度。 矿主以为这是放炮事故, 做梦也没想到可能是杀人案, 吓得半死。 事后这伙歹徒, 向矿主敲诈了6.4万元的抚血金。 1998年5月, 于桂银伙同张仙军、 张仙冰、 胡昌远及潘家富、 赵贵良, 经预谋将潘家富找来的点子, 潘家新, 胡昌远找来的点子, 刘永华, 带到徐州市青山泉, 唐村十二井才没。 5月21日, 凌晨三十去, 张仙冰吃搞吧, 胡昌远吃斧头, 在井下先后将两个点子打死, 又是叠在一起, 引爆炸药, 把尸体炸碎, 之后骗取了抚血金, 5.3万元。 1998年春天, 在河北省邯郸市, 丰丰旅馆, 张军、 王明金、 于友、 向珍丽、 然老五一起商议办事, 于友从火车站, 骗来一个19岁的点子, 把点子哄骗到河纳安阳的一个媒谣后, 下手将其杀死, 歹徒用搞吧, 多次重击这个小伙子的头部, 将他打倒, 让歹徒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小伙子命大, 居然没死, 但因为炉内出血严重, 小伙子成了哑巴, 向珍丽充当哑巴的家属, 向矿主敲诈, 鉴于小伙子没死, 最终矿主只给了他们四千元看病, 事后, 丧心病狂的歹徒们竟然没有放过这个点子, 一个月后, 向珍丽、 魏三东又花言巧语地把已有了界限的哑巴, 骗到了筑曹营镇的一个煤矿, 几个人残忍地将其打死, 然后又诈骗了矿主2.7万元, 恶魔们从一个点子身上就捞了两次钱, 于贵银等罪犯用上述类似的手段, 把采媒用的斧子、铁钩、炸药等工具, 用在与他们同样有血有肉的工友身上, 一年多的时间里, 疯狂作案27起, 杀死38人, 重伤1人, 诈骗矿方腐血金70余万元, 至此, 流传全国多年的潘申堡, 于贵银团伙搞破, 这伙人前后杀死52人, 诈骗矿主近百万元, 全部用于挥霍, 不过呀, 这群歹徒也有几次失手的时候, 好。